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说到这边你看大家穿得很正式吧 对 顺敏今天来的这一位一定是我们崇拜已久的 对不对 我跟你说不能用明信来涵盖 他是一个艺术家 对 大师 而且这一次来跟上一次不一样 因为他将跟他的儿子一起来 他儿子是一个导演 所以未来他爸爸是要听儿子话的 那不一定 你谁什么时候听说过演员不听导演话 对不对 对啊 给你的镜头全部都蓄掉 一部续播出都不知道是谁 拿上马海克 在他们出来之前呢 我们要请观众朋友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这样就可以加入我们超级访门的会员俱乐部了 有机会你也可以来我们的现场录像 准备好你们的掌声了吗 准备好了 好我们有请粉丝特别来宾 李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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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导好 李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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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路 李老师还学到vor 我是被朋友们挟持来的 按说我们家没这规矩 就是老爹给儿子捧场 没这规矩 说两句话 你们两位父子两个 有没有同时一起上过一个节目 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不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吗 没有 我可以说 都像一期节目都是你 来来来 我是李宝田的儿子 李玉导演 今天带着新影片来到 我们的现场 对 刚才新影片是什么呢 你得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时候上映 我导了一个悬疑 应该算是悬疑剧吧 悬疑电影 6月20号上映 欢迎你们来电影院来看 叫什么名字 叫死亡邮件 6月20号要公映了 那关于他台前幕后 很多的故事呢 来 走进我们的超级讨论 李宝田首次与儿子李玉 从台接受访问 他们的父子关系如此特别 我到你家去不会超五分钟 哪个例子 我到你家去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我到你家去 是坐在那儿看纪录片 跟他没话说 他们连过年都不在一起过 我婚礼他都没来 你想想 我拍戏呢 我怎么去 我批评他 我姥姥打我 我要打他 得抱到胡同里打去 叫我姥姥听不见 这个眼睛 这最近老是流眼泪啊 跟这个哭没关系 千万别误以为我跟着坐一起 我吓哭了 我爸是好人 但也是怪人 真的 我不怪 还不怪 未拍戏 李宝田竟差点于李玉 断绝 父子关系 那个时候才可怕呢 他在坑里 来 爸 你从这儿走到这儿 我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到这儿 就各种不配合 那时候我还生气呢 我说我演一个结巴 你还纠正我 他说结巴不能这么结巴 给我气 我说我就是这样 那没法拍 我说那不拍就不拍 因为那个戏 我估计得有四年 没过 几乎没怎么理过 李玉成家立业 身为父亲的李宝田 态度与众不同 定下来要跟某个人结婚 你第一时间会咨询你爸爸 不会 你比如说 那个 在我这儿住几天吧 和孙女玩几天吧 那不可能 那带孙女去看看你吧 不可能 就是他 更多精彩 近在每周三二十二点零五 超级崩贵 大家好 欢迎进入今天的历史资格机 说到李宝田 大家都会想到 早上流洛锅里面 睿智幽默的游泳 或者就是神医喜来乐里面 那个医术高明的喜来乐 整个人的感觉 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李宝田对于儿子 却是狼性十足 在对待孩子的教育 他基本做到的是 不理睬 不管教 不知道 也因此呢 李玉得到了一个封号 最惨形而在 和那些可以称兄道弟的父子俩 不一样 李宝田 父子俩可是一直都有着 激烈的碰撞和 结果的痛苦 但是 也真是因为这样痛苦的磨合 才让李玉 从曾经的小佩姐 成为了今天的大导演 到底是对父子俩 有没有从冤家成为朋友呢 不一样的访问 马上给你吧 你的这个名字啊 是不是老被人叫错 叫李货呀 对 当时 对 我就看这名字 曾经想改名字 电脑上 手机上 打不出来 我给他用了一个玉 玉石的玉 后来他跟我说 爸这名不好 说跨三大刀 其实是个好名 三国的薰玉 那是有才能 有文才的意思 为什么文化课不好啊 就是一般 从小到大 在班老师 班主任都是语言老师 一点名 李货来了吗 怕站起来 老师那件语 不见货 你说这班主任都多好了 三年没有好日子 绝对没有 一直到大学都如此 你真弄找茬 真的真的真的 有很大原因的 这真的关键原因 这个 你没想过孩子 我们当时期的 我起这名的时候 就是希望他有一个 我小时候不好好上学 我爹气死了 我就希望家里 能有一个好好上学的 起了个玉子 结果 我查了你的名字 跟你爸反差多大 还是变成 我们家是 共产党老干部出身 弟弟 弟弟们所有的名字 包括我 都是跟时代有关的 李建国49年 李坦克 抗美援朝 刘曾强 随我妈的姓 因为我妈家 就她一个人 我这好几个弟兄 把小弟弟娶了 姓了妈妈的姓 你们家有叫 那个李坦克的 是油画家 他现在还是 在上海大学 现在还叫李坦克 还叫李坦克 这名字多好地 跟别人不同 你们有觉得 跟刘老师聊天 跟一般嘉宾不一样 他有自己的那个气场 没有 就是 好玩 就是 我这个状态 就是希望儿子的状态 没有 他不可能 你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你都是这样的 所谓这样的什么 自由的 你的精神是自由的 他在外面可以 但他到您面前 真的插不上话 那是另一回事 你是装的吧 不是 我们俩平时要坐在一起 几乎没什么话 对 我们俩兴趣不一样 我们俩要坐在一起 我就觉得 还不如我单独的 去干我的事呢 比如说 你们在家里坐着 打开电视 你们能看同一个节目 看得进去吗 没有这个时候 没有这个时候 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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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久 纪录片频道 我们有时候偶尔能做 因为我到你家 就不会超五分钟 赶紧走 赶紧走 我到你家去 是坐在那 看纪录片 跟他没话说 跟孩子 跟我的小孙女 那是自己光想玩 不想受我拘束 因为我到了 我见了小孙女 回去想抱一抱 孩子不想叫我抱 常愿意满地跑 对 对不对 那你说 我们俩没话 小孙女不跟我 我干嘛 看看纪录频道 你说来我家 看纪录片 到你家去 我去他家 是五分钟 我小时候看过 他到我们家 我就说你赶快走 我得干事 前面听上去 好像生活中 是不焦急的 那平时生活中 有护送礼物的 这样一习惯吗 原来过年都不在一起过 那平时 你们俩怎么 不通啊 李老师 打个电话 打五分钟 说行了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我得干活了 他们在电视上 一点都不伪装 那你小时候 在你父亲面前 有没有撒花打滚 撒娇啊 你有没有 解放了天井 没有 胡说八道 我批评他 我姥姥打我 别打谁 我姥姥打我 因为我批评他 因为我就这么 推着他一下 我姥姥气得 翘着小脚 这么打我 他就因此被惯的呀 在家里边 狗屁不是 不是个好孩子 我要打他 得抱到胡同里打去 让我姥姥听不见 我姥姥 是我姥姥 她是第四的 这有个印象 后来听他们说的 打 打能打多重啊 也就是有点响而已 你姥姥打你 我姥姥打我也不疼 但是掌他气焰 他本来就不是 个听话的孩子 你对爸爸的印象 是什么小时候 就几乎没啥印象 啥印象 要冰淇淋就给买 一直买到吃了拉肚 七岁以后 他就上学去了 几乎就不在一起 他上学我上学 不不不 对我上小学 他上小学 我进中戏 对他 我们其实在心里边 是非常爱孩子的 就是我们方法不大 我母亲81岁 春节回家 他一开门 我就揽一下 就抱一下母亲 母亲退伍 他们没有那个 我母亲说这话 进城之前是四年 四年小学的文化水平 进城以后 白天工作 晚上上夜校 早出晚归 早晨上夜校 上早班 早校 在几年时间内 一直读到高中完 我就没见过我母亲 除了星期天 平时早出晚归 她回来说我睡着了 早上我没醒 人走了 那时候的人就是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环境 我长大 你想我对她 能有什么更多的温情表达 更关键的还见不着 正好你爸去北京上学去了 然后你在徐州 上小学 上小学 那没人管了 当月 妈妈也管 但是管不住 她的老师明明是错的 她老师 耳其面命地训我 叫我叫我叫正她 结果事实是她老师错的 我只能跟她说 我叫她虚伟 我说你把你的正确藏起来 你表面是点点头不行吗 你说我错了 你坚持在心里 坚持你的真理和原则 不就完了吗 我说她行 我自己一样 做不到 当年是跑北京来读书 那是哪一年 七八 七八年 那七六年大地震的时候 是大家在一起的 我们在地震旁 在江苏 在那时候 你就是文工团的团长吗 也忙 两年 零零三彩 大众都是在街上 在没有建筑的地区 大方的忙 你有印象吗 有 我印象就是 但是我那时候 现在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你为啥不在 就是地震了 然后我妈带着我 带着我妹 从六楼跑下来之后 然后已经震完了吗 那时候我在学校 但是那时候你没上学呢 那我在 反正肯定不在家 我在团里边拍戏 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 把家里东西都收拾好了 下楼 我之后就发现 什么存折或什么没拿 又上楼又下楼 今天早完了 我说这回要站在里头就下楼 还打啥呀 那时候存折也不过就二三十块钱 全部的家呢 好像我妈就二三十块钱 养我们仨要一个月吧 好像是 那时候 那时候不是 是奶奶多给十块钱 我的工资里边流出了一部分 再加上你妈妈的钱 一共七十块钱 我在大学里边三十块钱一个月 他们三个人七十块钱一个月 我妈补助十块钱 我觉得李宝田老师 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真的 你身为他的儿子 你能不能讲讲你这心目中的老爸 用人物分析啊 你是个导演 我们就用人物分析去解读这个人 太难解读了他 这么特别呀 就是你说一说嘛 反正我是解释不通 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就是 我希望就是 和父亲能够在一起的事情 他都做不到 比如呢 你比如说 那个在我这住几天吗 和孙女玩几天吗 那不可能 那带孙女去看看你吧 不可能 就是他太 我从地上到 到上面都是 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小东西跟小狗似的 到那乱扒扒 那我东西都毁了 从来不吃鞋 跟小狗似的 我爸是好人 但是也是怪人 真的 我不怪 没有什么怪 还不怪 我只能说 世界是 世界是无其不有的 你得允许任何性格的存在 对 但你爸爸 我觉得他又再老去操你的心 关注着你 我觉得他的方式 我们总是喜欢大众方式 大家都是对吧 抚摸孩子的头 然后全家坐在一起吃饭 那就是一种爱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表达方式不一样 对对对 就像我的爹娘 对我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跟大众不一样 我更多的是 我父母对我的那种方式的 在他身上的表达 其实我能感受到 他的那种超级爱对我 但是我还希望另外一种爱 就是一块吃个饭 一块怎样怎样 这种的 正常的这种 富与子的这种关系 但是 他如果有一天 摸摸你的喝脑声说 那会害怕 有可能会害怕 他那时候觉得 我一定神经病 我也觉得 你去儿子我抱一下 他肯定也把你推开了 给你加菜 我觉得那可能 你想我到他家 他待不了五分钟就得走 你看 你爸爸是只给 他也不去掩饰 我们更多的是转换成 你是否能接受 我觉得 他觉得保留自我的个性 艺术家都是很纯粹 很纯粹的 但我觉得你能接受和欣赏他 你可能不舒服 但是你能够骨子里是认同的 甚至有一种景仰 可能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有孩子了之后 能够感受到这种爱 以前没有 之前就是那种排斥 在这几年我是 怎么说 就是其实他每次骂我 我其实都领情的 只是有时候觉得面上过不去 有时候死要面子 对 他的那种温情 他自己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 只是 他那时候还小 他发不发烧 第一 我们全家第一个知道的 首先是我 他的任何微小的变化 我都知道 晚上我可以 可以一会儿醒 一会儿醒 摸摸他有汗没汗 有点汗 给他掀开一点 再摸摸没汗了 再给他盖上一点 他 我能几个小时的 拿一个小枕形 多着他 没有电扇 没有空调 枕形是 小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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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块 起废子 起废子 散热 他不知道 就他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都帮了 他不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的忙帮了 他也看不见 李宝田首次与儿子吕玉 同台接受访问 他们的父子关系 如此特别 我们来过年都不在一起过 我婚礼他都没来 你想想 我拍戏 我怎么学 这个研究 这最近老是流眼泪 跟这个哭没关 千万别误以为 我跟着做一起 我吓哭了 林老师把我们的片花 都想好了 未拍戏 李宝田竟差点于李玉 断绝父子关系 那个时候还可怕呢 他在坑里头 爸 你从这儿走到这儿 我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到这儿 就各种不配合 那时候我还生气呢 我说我演一个结巴 你还纠正我 他说结巴不能这么结巴 给我气 我说我就是这样 那没法拍 我说那不拍就不拍 因为那个戏 我估计得有四年没过 几乎没怎么理过 李玉成家立业 身为父亲的李宝田 态度与众不同 定下来要跟某个人结婚 你第一时间会咨询你爸爸 不会 感情这玩意儿 是你自己找 是你自己要扛的 大黄 你们俩在一起拍过戏 林世是什么样的性格的 好人 好人 玉哥特别人好 当时给我感觉 我们是同一类人 就是演喜剧里面 心里比较黑暗一点 先把别人给搅了坏了 然后突出自己 刚才我说的最惨新二代 老爸基本不捧场 说最惨新二代 我觉得也不是 是怪我自己 其实从我出道以来 我家老李一直是各种提携 我是属于那种 对不起 我不去 对不起 我把自己弄得很高大上了 其实不惨 但我们听说 那个李老师对您是 不指导不帮助 不是 基本 因为我不希望他干这行 他自己选了这行 那你就自己走呗 自己闯呗 为什么呀 没有办法 我们家 我老子就不让我干这行 但我也希望他不干这行 先把学上完了 然后再说干不干这行 对 什么时候你跟他说 你要干这行的 那时候辍学 辍学跑到北京 你俩说辍学 我没辍学 没辍学 老师说我不上学 其实我没有不上学 不想上学 逃学 逃学的确逃 几年级啊 逃学 每个年级都会逃过 每年一逃 那也真是 没有办法 那真没办法 你在班上那个成绩好吗 不好啊 转学转了好几次 成绩非常好 然后开始每况愈驾 高中是毕业了业的 他老师说不上学 这是不对的 这是误传 高中还是毕业的 一开始不同意 我希望他上大学 就想让画画 想让画画 然后呢 就是考美术专业 他画画有才能 但是他不干 他更喜欢表演 那时候 不是 表演更自由 更加实惠 画画是实惠遥遥无侵 表演是现实报 你演的这个小角色 哪怕是替补了 马上给你点击 很多发 这个现实报 用的很好 画画它是有才能的 他自己搞的服装设计 很新潮的 包括人物造型 那个是朋克的时代 朋克 他设计的朋克服装 设计的朋克头型 自己还会跳霹雳舞 而且跳得相当有水平 你爸不对 你全是表扬啊 是 背后没这样吧 那哪一次他去找您 告诉您要去当演员呢 就是一次暑假 跳霹雳 没这边去 把他带到剧主 不是那次 不是那次 真正演成的是 88年的失魂 去探班 暑假探班 组里换演员嘛 种种原因换演员 一个演员 别说什么原因 没有说什么原因 因为是我早忘了 我只知道那个演员不合作 换演员 然后我说我试试吧 你不行什么 肯定不行 我试什么试什么 啪啪啪各种一演 各种哭泣一演 可以 那就演了 就什么的胆大 再一个针 什么针 泪水和雨水一块流下来 其实没有泪水 谁是是雨水还是泪水 没有泪水 所有人 然后一帮人 感动的不行 对对对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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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剧主导演就极为 极为就是投入 投入不是 不是对角色投入 他对自己的感情 无法控制 他看镜头 看了电视剧 他能流眼泪 他跟着乐 跟着笑 导演被自己逃罪了 对 那个试试完了之后 我就说你带我吧 带我吧 我想拍戏了 于是就带进来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愿意跟你爸在一起吗 不愿意 不愿意 对 我是觉得 那你又要跟着他 我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因为不跟他 没人用 我觉得特别 特别适合的 不是不是 的确特别自私的想法 就是他 我不跟他 没人用我 怎么得演个几部之后 才有人用 那他没甩你吗 没有 不离不齐一直 但是后来 其实我 那天 您来之前 和别人聊天呢 我说 算我的这个人生履历中 我犯了很多次错误 最大的几次错误 就是 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我爸喊我 说让我来这个戏 我说不不不 我在拍什么 拍什么 其实那个超级配角 超级配角 配到就是 我根本不想上的 但是就是为了 想避开它 措施了好多次 大机会 如果那几次机会 我抓住的话 也不至于像今天 远这么多年戏 还是 三线四线以下 那种 早就起来了 但是还是想要 就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现在 现在超后悔 然后一个人盯着你 对 青山大天的时候 有一场戏 我好几夜之 就是 就是独白 讲故事 啪啪啪 我自己练了多少天 我练得太好了 到了现场 看我对面一坐 来吧 各种一眼 行行行 你先别演了 你先把 你先那些停顿 都我弄好了 再来 我说我就是这样 那没法拍 我说那不拍就不拍 不要点风 不不不不 我觉得是 其实是 我觉得是两种 两种 两种系路子 虽然现在 他说什么 我听什么 但当时 我一直说我爸 不与时俱进 就是你是一种这种 我作为你的 另外一个配合者 我可能是 是另外一种 一种表演形式 但是他一直不认同 其实到今天为止 我也还是不认同他 但是我知道 一个这么大的艺术家 为我去铺好了道路 让我这样这样 我干嘛不听呢 我现在你觉得差别 再一遍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说我不与时俱进 你现在还是这观念吗 不是 打起 与时俱进不是表面上的 骨子里的 你每天都在学习 就是你在与时俱进 你每天对自己不满足 你还有学的欲望 就是与时俱进 不是说我敢不敢时髦 因为刚才李老师刚说话 那种语言的魅力 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他那个丑角爸爸里边的 这个皮脚球 有一大段拍死 那是因为那戏结吧 哎呀师傅 挺贵贵的 那戏戏呢 哎哎哎哎 我说呢 我说这头发长得这么快 原来是个假的呀 那可不 你还真真真有能的呀 打不来 别别别别打鼓 你要打鼓 我我我我 我吃上打鼓 看我吃上哪软 你往哪招呼 别别别打鼓 挺贵贵的 哎那时候还生气呢 我说我演一个结巴 你还还纠正我 他说结巴不能这么结巴 给我气 结巴也是有道理的 不是瞎结巴 我说我结巴也是有道理的 什么地方结巴 那是结巴自己左右不了的 结巴也是一个自然过程 他把结巴断在着不该结巴的 后来啊 我这个研究 这最近老是流眼泪啊 跟这个哭没关 千万别误以为我跟着做一起 我吓哭了 还没到当情的时候呢 那个 李玉 我原来对他的 对他的演戏 胡演 撒狗血 我有看法 什么叫撒狗血 胡演 什么叫撒狗血 就不按逻辑来 不按生活来 不按人物来 只要当时的现场 现场效果 是吗 李玉 就是动画片演法吗 就是马上老师 只要现场效果 我曾经对他这个 提了 也不是 我就 没有办法 长期无法交流 我说了 他也有他自己的主意 都不听 还没说两句吗 他第三句已经等着了 就解释了 所以后来就不说了 那在这个问题上 那段你爸说你特夸张 你当时是哪部戏 你还能和你一起来的吗 同体 好 跟我俩在一起挺多的 其实我爹 只要是有戏都喊上我 我在最 就是没戏的时候 我会上的 他还有一部不错的 叫秦才大人的主演的 他就说这个吧 我都笑死了这个戏 那戏演的呀 你说你按照自己正常逻辑 就是没有人去纠正你的时候 你肯定是天马行动 演得特别好 但是有人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要这样 这时候你要这样的时候 你肯定演的就不对了 我那时候那三个月 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然后又得应称着 不是应称着 就是对付着我爹 你爹在现场 对啊 他是男一 我也是男一嘛 我得应付着他 然后我还得往里走 他男一不说 哪儿 不不不你难移 他这时候一心的东西 超级难你知道吗 那真是 那你柔一柔多了吧 那肯定是不行啊 但是现在 他会再当着别人说吗 妈 怎么样呢 你模仿 一点脸都不行 没有叫他按照我那个来 我只说你现在不对 但你旁边有人呢 有 几十个人呢 这个 中国老话 当众叫死 背后训气 这中国传统 当众要叫死 这个亲者言 输者宽 我对你客气 是跟你没关系 我才对你客气呢 我干嘛 要对你不客气 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两个都在一部戏里面 都是主角 你当在别人的面 让他下不了台 不对 那个戏一百天 我管他叫炼狱一百天 你想想李老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除了你儿子 片段还有其他演员 他们在表演问题上 在表演态度上 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你该多难受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 是有一个洁癖的 其实 是 但是我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我为他操内心干嘛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问过他 他说我说得着人家 我真的没必要说着 我觉得你爸爸 他有一种 可能不被更多人理解的 那种执拗和单纯 但是真的 平时他不过聊这些 我觉得以后可以多上线 我更了解他 那你比如说刚才 你爸爸在那段时间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那种难受 跟你爸爸的那种感受 他不说出来他难受 他说不着别人 他说不着你 但是呢 你有没有一段时间 觉得你不想是李宝天的儿子 不想别人知道 有这样的词 有 有 哪段 就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岁到三十岁 三十五岁 三十八岁之间的时候 讲讲 为什么 二十五岁到三十八岁 你十三年都不 就特别痛苦嘛 你说就是李宝田儿子 但是 但是也 因为是李宝田儿子 沾了很多光嘛 对 沾光的事不说 你又说 没沾光 因为肯定很多人觉得 您不可理喻 所以孩子请为叫李玉 我爸是戏剧学院的嘛 我考戏剧学院 肯定就多多少少 要受点挫折 你考戏剧学院应该沾光啊 沾不了光 首先 我就被卡在身高线上嘛 沾不了光 说你能够进入三世 是因为你爸是戏剧学院的 才能这样 因为你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你考的表演 就因为这个 我永远说戏剧学院是伟大的学院 他让我的孩子变成自知其利的人 当时啊 就是我吃了屡屡的亏无所谓 但我希望孩子不吃亏 就是因为不希望孩子吃亏 才不希望孩子干这行 最终我融入周围 不是靠我的人缘 是因为别人觉得 某些类型的人物 可以让我来挑起 而逐渐融入的 不是因为别人喜欢我 所以说我觉得啊 就是干这行是很难很难的 我说良心话 自己在外面挣的钱够花吗 我爸也给 但是为什么老说过 我爸也就是说 穷人孩子早当家了 自利早 其实他带我几部戏之后 就外头也是 也是挣了不少小钱了 就那时候拍戏挺好的 加上老爸经常会问我 你还有钱吗 我有钱 我也说没钱 挺好的 他误了一段时间 就是他要搞公司 我们家里人 没有搞公司的那种头脑 反正走了好多弯路 但是一直这 这25年 一直以表演为专业 的确是一直这么坚持 坚持人 我说你就从小角色开始 让别人逐渐的熟悉你 了解你 才敢用你 你不能说一开始 就说我要搞公司 我要拍什么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 走过好多弯路 对 那时候你六年 搞了一个什么公司 好早了 99年的时候 98年 就是影视公司 做了两个的 都赔得底掉 他做的影视公司的时候 你帮他忙了吗 他做公司的时候 你帮忙了吗 帮了 而且我一再提醒他 这个可能是我父子 隔阂最大的一次 就是我刚毕了业以后 我觉得自己 按照我一河北的朋友说 不勒逮了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刚勒逮了 小世界 然后 有人 有人缘了 突然把人缘 有一个朋友给我投了一笔钱 一个电视剧 刚刚毕业 我就能导电视剧 我觉得自己太厉害了 但是条件之一 他得来客串 二十集 可能每一集都得有 这么一两场 我就找他去了 他一看 你这剧本不行啊 我说合同都签了 定金都领了 这个三百万的投资 在当时九九年 相当于咱现在三千万了 就这样 把你爸爸给买了 然后你看这玩意合同签了 我这骑虎下不了了 这定金 要不然负法律责任 对啊 然后我房子也压了 车也压了 你这玩意合同签了 你这玩意合同签了 那是最大的 99年 我估计得有四年 几乎没怎么理我 因为那个戏 的的确 我现在知道 我的 怎么说 技术手段 自己掌控能力 什么都不行 帮毕业 而且和别人合作的 我的对手 当然现在也是个资深导演了 但当时都 当时都不是太什么 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决定 帮你 他不能看我去负法律责任 他在坑里头 每天 那个时候才可怕呢 他在坑里 爸你从这走到这 我为什么要从这走到这 我说好吧 那你不从这走到这 那你从进门吧 你为什么拍一个电视剧 为什么进门可以不表现 我站在这可以的 就各种不配合 的的确是 你要是 后来 他更煎熬 我觉得 太煎熬了 是 如作真 因为了他 因为了把他的 一天屁股上 无数个次在那扎着我 因为他的介入 还骗了另外一大咖 张峰逸 张峰逸也是看剧本 我这 我这啥呀 我这 当然那个戏最后也没赔 没赔 但是那是我一个 比较惨痛的经验 我被儿子 儿子拉坑里 不是有那么难受吗 难受啊 因为 其实 你想93年 的罗国是火成啥样了 他那屋子里头 恨不得来找到剧本 可能堆得进不去门 接了我这个戏了 你说他能不错吗 我都拒绝了戏 然后你又没对他料很坏 我经常是一年没有戏拍 为什么 我拒绝的太多了 那时最大的歌 真的有四年没理我 那时我就是帮了他一个忙 让我觉得我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经验教训 你们在现场吵架吗 没法说话 吵不了架 吵就是刚才那种 不是吵 不再说了 就是我说啥就是不可能 不对 一个剧本 李老师 那您答应帮这个门的时候 有没有提条件 就是 没有 他估计帮那门 脑海里出现的是 我在那个 我没有提条件 愣给他 愣给他 拴进去的 因为我不想 不想叫他办事 明白 你拍完了以后 特别难受吧 孔子这事结案了 然后 他连配音都没去吧 配了 不是你配的 这来个大解密 这超级解密 张寒宇 张寒宇不是当年是配音大咖吗 他学他的声音 学得唯妙唯消 那整个戏是张寒宇配的他 没人听得出来 你想多可怕 他不来配音呢 他不说话了 到了 洗来乐那年 终于说话了 他说 你来吧 我还特恨 我说不 我去别的戏了 我每天都说 我最讨厌虚伪 我每天都是干着虚伪的事 我最讨厌 逢营拍马 我每天都得逢营 都得拍马 我偶尔一试一试 我都回去脸烧好几天 那我都烧了四年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能抹西泥的人 我什么样的境地我都能如鱼得水 但是我也是经过上了几个戏之后才能体会到我家老爷的那种痛苦 真的 他有一天我为了什么事担心他 我给他提醒了一句是爸 甭给我说这个我比你狡猾 我正确比他狡猾 那你找对象啊或者说定下来要跟某个人结婚 你第一时间会咨询你爸爸吗 不会 我都定了 他跟他妹妹都是继承事实 接受不接受 我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 鞋合脚不合脚 你自己穿了知道 这件事情好像和他都没什么交流 你自己定 我婚礼他都没来 你想想 我拍戏戏呢 我怎么去 他永不回头 但是你知道吗 我的朋友结婚他都去了 你太太认识你的时候 知道你 不知道 是李老师儿子吗 去提出去 要结婚了嘛 提出去见双父母 他也知道 一直要到结婚才知道 不是 就是要办事了 订婚 对啊 他才知道他是谁 女方妈妈不是到剧组去的 就是那个陈彦霖当时不知道你是谁 还不知道 我看过类似于报道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我倒觉得这样比较单纯比较好 为什么呢 你是爱这个人 跟他走在一起的 对 跟他爹妈 有没有地位 有没有 田 没关系 生命 没关系 对 但是你老婆比你小16岁 您觉得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 嫌疏不舒服自己知道 你又没替别人穿 穿鞋 怎么知道 鸡脚不鸡脚 还行 还行 但没啥差异 所以说这个世界 所以说这个世界 只要是 只要是合理的 只要是没侵害他人的 你管别人他们幸福不幸福 你操那么多闲心干嘛 把你自己的家管好 妒忌别人的人一定不幸福 他才妒忌 那么就说 感情这玩意儿 是你自己找的 是你自己要扛的 那您这儿媳妇 跟你处得好不好 不错 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问候问候 说你什么时候来看看 小孙女啊 我老不去 为什么前一段身体不好 在赶 在赶我自己的某些创作 你发现 是不是结了婚以后 有了媳妇和孩子 在跟家人这个沟通上 起到一个催化剂作用 也有 其实我跟你原来一样 对他 跟对现在的孙女 道理是一样的 我看到孩子 我的心是画的 你们什么时候 能看见我的心是画的 看不见 心画不画自己知道 最近晚来我这吃饭了 能够坐一坐坐四五个小时 这就是 我不愿意的 因为他们的口味跟我不合 您什么口味啊 我什么口味 自己做的永远吃不够 因为老婆四川的嘛 做的可能不合他口味 不是 你四川的 我四川菜爱吃 但是有些东西 首先那个谜我就收不了 我听说那个 我听说那个李老师 对四川女孩 特别有情节 那到 听说媳妇找的是 四川的就特高兴 就是有一点 就是四川呀 天府之国呀 天府之国 就是那的水和那那里边的自然环境 那儿的那儿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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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的稀少 走在成都大街上 你看着满大街的这个四川女孩子 几个水平一线以上的超过北京超过上海 那是水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现在都放水土 你看看你都没有花时间跟你爸聊天 对 不是 他其实什么呀 你老听你都觉得他好像要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想道理 他不是讲的 他特别有意思去说 长期计划难呆 计划难呆 没有李老师有他自己那一套 他平时也不说 那静姐姐你以后别的访谈节目多喊我们不就 上次李老师自己来 我们聊得特别高 其实之前我们 特别好 我们没有想到 然后就特别高 而因为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评判的场所 但是人要够真实 就是你可能不认同我 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人在讲真话 对 那个人也讲了 然后讲的那个东西 其实你能感觉出言不由不 我既然来了 我就得以真对待 只要是真的 他就会有不断的灵感的飞扬 儿子给我打电话 说爸你那么激动啊 我不激动 我连电话都不会打 我话都不会说 就这种性格你怎么办 真的 你爸好激动吧 对的确聊聊 突然就像刚才 我说你别激动 不激动 我连电话打 说话的兴趣都没有 对 那说两句话 电影 在电影院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那一天 那个李渔邀请您 首映你的时候 灯光暗了 默默的你进去找一个边角落 坐下来看 那手人脸你不去啊 不去 那您来看一下这片花吧 我们来先 来感受一下 爸好好看看 我也没看到 这里欢迎你们在百忙之中 参加我们的青春酒会 认识他吗 刚才还在这呢 现在你都有了 为什么给我发这种邮件 你给我出来 我求求你 下一个灰心 挖出来就知道 你应该把我来 救命 他们是不是跟我五个 小灯干什么 用小灯 你会弄啊 但是你看 我早信没人理我 这一来 重新捧月 别胡说八道 我觉得你把我剪的 李渔邀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不是两段片子 我知道 这个戏里面 您有没有帮得去 没有 跟我一点关系 李老师 李老师 立刻撇清 您真的是个好人 我什么形势来的 我首先这片子没看过 我也不敢对这个片子 说好说歹 我只能说 既然来了 是孩子的事 我坐在这就算捧场 对 也捧我一次场 拍的时候来我一天 来探班 来探班 对 探班 没演 没演 然后那天我最忙的一天 最重场的一场戏 然后我就没管 我说爸 我照顾不周 你去忙你 结果 快快快 时间特别紧 全合影去了 我说你那哪是来探班 你这脚局来了 李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那次就给儿子探班 你是事先有设计吗 还是什么 因为你肯定不可避免 什么设计都没有 那边很多人 我希望别人别拍我 因为我在家待的脸 脸是有点微微的腐肿的 我不希望别人拍我 那边去的时候 您有带什么礼物去吗 带了点 查一点金子而已 刚才他问我说带什么东西 我说没有吧 另外呢 我要刚才插他一句话 他在拍摄的时候 他的朋友也是投资帮代表 我问李玉工作情况怎么样 他告诉我一句话 这个朋友说的 说李玉到现场心里中很有数 几乎没有费镜头 就是拍了就基本是能用的 不是拍了要备用的 就那么点时间 每天的工作 工作也就是很集中的 这么几个小时 我当时听了他 他这个朋友说这个话 我挺高兴的 心中有数 能把事情做到心中有数 在工作当中 这就是很不错的一个 对 一个 专业的 对 你爸去片场那天 你紧张吗 嗯 挺紧张的 我觉得你跟你爸爸在一起 是又渴望得到他的认可 其实又惧怕他出现 会给你一种压力 他不怕我 那天我是想装镇静 他从来装镇静 他也不怕 我们家没有怕 其实那天我想过去 但我过去 特紧张 你们俩到底谁怕谁 我就觉得你怕你了 我们俩都不怕 谁都不怕 那我的确怕他 你怕我 你从来没听过我这话 你怎么可能怕 在某种程度上 我小时候不听话 不听话 我才走出来了 他不听话 是正常的 他听我这话 也可能就变成了我的影子 那我想问一下 刚才李老师说 他比较高兴的看到你 这算你第一部 独立指导的电影吧 嗯 算是第一部 整个过程 你觉得有压力吗 因为电影的拍摄方法 跟电视剧 什么都不太一样 的确压力特别大 但是和成长过程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别看我长得很小 但是演了25年的戏了 对吧 我 演25年的戏 然后用这25年的经验 然后来 阐释这个故事 我觉得挺简单 挺容易的 我还做了6年的摄影 所以说 你骗不了我 嗯 虽然这个是中上成本 周期也算相对可以 但是呢 我其实是一个光杆司令 按理说 我导的戏 应该摄影师是我的人 灯光是我的人 什么都是我的人 但是呢 嗯 因为种种原因吧 因为是第一次 没有自己的人 最后 不不不 就是说 应该是合作一些 但是投资方给我了一些 当然国内都很强的一些 一些朋友们 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真的是 这25年的经验帮了我 还有你们骗不了我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制片方给你找了一些 来骗你的人 也不是 这么说 不能这么 他们也很专业 但是只是和我不熟悉而已 嗯 你恨不得磨合磨合 你磨合差不多 周期该到了 拍这部片子 这一演员是你来定 还是制片方来定 制片方定的 制片方定的 如果说拍第二部片子 这部卖的特别好 下部是你自己定演员吗 嗯 我可能还是制片方定 我对于演员的选择 你这么一说 我们几个人都没戏 我们就没戏 这节目没法好好做 要是您来定的话 好原来是这样 赶紧别好好做 有一定的话语权 有一定的话语权 没有 我们都不去影响你的 都是一天 然后对吧 两天 那就五位大开来 我当然高兴了 对对 因为你二十五年之内 其实拍戏拍了更多 有很多非常熟的 但我觉得对你来 你要把它看成一次挑战 而且你有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片子 六月二十号死亡邮件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支持 然后一个类型片 然后我们不知道那一天 我都有觉得 什么都是有希望 今天聊得很开心 对 我们今天最后准备了薯片 这薯片 李老师最爱吃 最爱吃的小胡子 李老师最爱的品牌 那个绿色的口味 对 带气候 对 大家一人尝一片 可以吃吗 今天讲了很多很真实的 李老师有什么 要跟观众推荐的吗 六月二十号电影 死亡邮件 来电影院看 给我们留好座位 六月二十号 必须的 别人留好座位 不要李老师不去 我们去 我们比李老师付资更多 或者我们自己抱一小鞋 把心意开大 我在家中 默默地祈祷 我儿子的第一部影片 能有好的收获 让他高兴 也让投资方高兴 太好了 本期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